我喜歡做時裝設計師是因為無論在 在髮型、髮型、建築和簡料方面 我都很熱愛 我覺得是一個很滿意的創意事業 所以我就希望繼續做下去 想成為一個出色的設計師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就是相信自己 要忠於自己的創意元素發揮自己的才能